《針言》第十四章 聰慧的女人建立家庭 愚昧的女人自慰家园 走正路的人敬畏上主 行歪路的人藐視上主 愚昧人的狂妄話 为自己招来棒打 自慧人的言语 保护他们的安全 没有公牛牛棚干净 但要农田丰收 就要有强壮的公牛 诚实的证人不说方话 虚假的证人满口方言 好几笑的人寻找智慧 却找不到 有误性的人吸取知识 易如反掌 要远离愚昧人 你并不能从他的话中得到知识 精明的人知道自己的方向 愚昧的人却欺骗自己 愚昧人以过犯为笑谈 易人承认过犯 并尋求和解 心中的苦楚 只有自己知道 心中的喜乐 别人无法分享 恶人的房屋必遭毁灭 易人的帐篷 必定兴旺 人人面前都有一条看似正直的路 但他最终却是死路一条 老妄行事 易动路的 行事如妄 撤鬼诈的 租人 争户 无知的人 披戴愚昧 证明的人 以知识为冠冕 恶人必腐服在 好人的面前 恶人必腐服在 二人的门口 贫穷人甚至会被鄰居藐视 有钱人却拥有 许多 朋友 轻视鄰居的 便是犯罪 帮助穷人的 必定蒙福 你若图谋作恶 必入迷途 你若计划行善 必得慈爱和信实 工作带来收益 空谈导致贫穷 财富是智慧人的冠冕 愚昧人 只能获取愚昧 诚实作证的 救人性命 虚假作证的 背信弃义 敬畏上主的人 有稳固的倚靠 上主会成为 他们子孙的避难所 敬畏上主 是生命的全员 能使人脱离死亡的陷阱 人口增长是君王的荣耀 没有神民的国君 一无所有 明白是理的 不轻易发怒 急躁易怒的 尽显愚昧 心平稀和 促进身体健康 差而窒到 如同骨中的毒瘤 欺压穷人的 就是羞辱 做贪人的主 帮助穷人的 就是尊崇 做贪人的主 恶人被灾祸压夸 二人死时 却有避难所 智慧在通达人心中安居 愿媚人中 却找不到智慧 公义使国家强大 罪恶却使百姓蒙羞 聪明的神博 使君王欢喜 羞辱君王 令他动怒 我会想到你